当习近平乘坐的专机进入葡萄牙领空时 两架葡萄牙空军战机升空护航 当地时间上午九时二十分许 专机抵达李斯本国际机场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 葡萄牙外长希尔瓦等政府高级官员 在前梯旁热情迎接 礼兵分裂红地毯两侧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向葡萄牙政府和人民 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习近平指出 中胡是传统友好国家 中胡关系从历史中走来 经受住时间和国际风云变换的考验 历久迷心 历久迷奸 中胡关系从酷信中走来 1999年 两国通过友好协商 妥善解决澳门问题 树立了国与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典范 中胡关系从合作中走来 2005年 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互利合作进入快速发展轨道 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习近平强调 明年是中胡建交40周年 这是双边关系发展新的历史起点 我期待着同德索萨总统 科斯塔总理等葡萄牙领导人会谈会见 规划两国合作未来发展蓝图 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胡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丁薛祥 杨洁篪 王毅 何立峰等陪同人员 同机抵达 中国驻葡萄牙大使蔡润也到机场迎接 习近平是在结束对巴拿马的国际 虽然无级会抽余 王毅 幕伴来上国际